大家好 我家吃鱼基本上靠自己钓 但平时工作繁忙 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压力 要不然它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呢 带鱼呢 没有哪个地方是卖活 活带鱼的 因为它成本太高了 因为它不光是咬有水 没错 出发巴勒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纸 没有啦 根本最新的 他们想有什么 再想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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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啤酒 当然就不好 那关键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放水呢 水是什么目的呢 这个鱼给裹起来了 虽然这个塑料袋 是可以防止空气进去 但是空气还是会进去的 所以没有水的情况之下 鱼很快就氧化了 在有氧气的情况之下 它就变质了 第二个呢 它会干 就是没水的情况之下 鱼就变干了 而且呢就变黄了 就是氧化了以后 它有氧化反应 那么口感就不好吃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看着也不好看 吃着也不好吃 所以呢 有水的情况之下呢 它冻了以后呢 直接冻 冻了以后呢 它水里面 鱼里面自己的这个 可溶性的物质呢 出不来 全都冻在这个鱼的里面 解冻的时候呢 这个鱼解冻完了以后 直接来吃的话 就不能再二次冻的这个原因 因为二次冻呢 这个鱼里面的这个 可溶性的 的好东西呢 就出来了 所以再一次冻的话呢 这个血维就冻得更 更差 因为呢 有水的情况之下 这个 这外面的水当时 没有什么影响了 它只是为了保护这个鱼 不要氧化 就是接受不了空气 这样的话呢 硬邦邦的一块 就像冰一样 这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去买这个 带鱼的时候 或黄花鱼的时候 那个菜场来的鱼呢 都是整箱整箱的 但是呢 它都是有冰的 我们小时候也没明白 为什么买 卖带鱼的 都是这个 这个 开始要砸 用这个锤子去砸 把冰 所以你买鱼的时候 有的时候 它是带冰长的 这就是有原因 就是说冻的时候呢 加了冰以后呢 保存时间长 还保鲜 对吧 对 最主要是为了保鲜 就是口感会 会好一些 就是家里面的冰箱呢 条件限制 你家里冰箱 就是温度没有很低 就是冷冻的区域啊 它不是很低 所以呢 家里面冻呢 冻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要冻的好的东西呢 工业的 或者是商业用的 它可能有这个 低温必须 那么那个冻的话呢 效果更好 就快速冻 快速冻 就是冻的越快越好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比如 用液氮来冻 一旦来冻的时候呢 这个冰呢 水变成冰的过程当中 变成冰的这个晶体的时候 这个还没长出 很大晶体的时候 它已经冻住了 所以呢 晶体就很少 假如要是慢慢冻呢 像我们家里面 慢慢冻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鱼里面呢 鱼肉里面呢 它会长出这个冰 的晶体 那么这些晶体呢 就会把这个 肉呢 就分开了 所以呢 这就为什么 冻完了以后的鱼 它这个口感 和没冻过的鱼 口感是不一样 但是呢 营养价值实际上是一样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